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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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考察队推断洞内的温度很低 很有可能就是风雪洞 随后发现了许多的洞穴生物 让考察队开始怀疑 如果石膏洞就是风雪洞 那么洞中并不适合洞穴生物的生存 最后在洞穴深处 考察队发现了一些古人遗留下来的萧池 但是在整个考察的过程中 考察队员们并没有冰冷四苦的感觉 洞穴生物和古代萧池的发现 都间接地证明石膏洞并不是东下颠倒 肩冰不化的风雪洞 紧接着 考察队员们又来到了 位于石膳县高唐村的太虚洞 在洞口附近 记者明显感到 有刺骨的寒风从洞中吹来 进入洞穴后 考察队员们已在洞厅尽头 发现了太虚洞 位于半山腰的出口 太虚洞虽然通风条件良好 但洞中极其干燥 我们也没能在洞中 发现冰雪的痕迹 所以太虚洞 也不是我们此次想要寻找的目标 就在大家都认为 风雪洞只是一个传说的时候 专家想起了 位于太龙江省部大连池地区的 冰河洞 这个洞穴的形成有两个原因 首先在几万年前 五大连池地区 曾经经历了一次冰期 为冰河洞的出现提供了自然条件 灵敏方面 在冰河洞中有一条地下暗河 冰气遗留下来的洞土通过暗河 将地下的寒气 源源不断地传导向洞中 才使得洞内温度 常年保持在零摄氏度以下 因此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 洞中依然煎冰不化 非常寒冷 专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 至少在三万两千年以前 贵州地区正处于赤土冰期时期 这与形成五大连池冰河洞的 古代气候条件如出一辙 那么在如此相似的自然条件下 石千地区会存在 那个东下颠倒的洞穴吗 通过对当地村民的走访 再结合石千县的实际情况 一个名叫风洞的洞穴 进入了考察队员们的视野 由于风洞所处的位置较高 车辆无法通行 只能步行通过一段 古代的战道才能到达 战道可供人行走的宽度 不超过三十厘米 四周没有任何防护设施 而站到下方 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 考察队员们就如同 在数百米的高空中走平衡路 为了保证安全 所有人都只能守抚岩壁 每一步都必须十分谨慎 这时一位不速之客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在这个几百米高的狭窄战道上 竟然出现了一头牛 如果此时这头牛向我们冲过来 考察队则根本无法躲闪 但幸运的是 这头牛似乎很通人性 一见到我们继续向前走 就乖乖地掉头 慢悠悠地信不于这战道之上 考察队员们也只好跟在牛的后面往前走 走过了战道 经过一番简单的准备 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 考察队来到了村民口中的风洞 我做一个实验 我剪一下树叶 我试一下 现在这个浮水在我手上就没有风 没有风 我拿这个树叶 我往洞头走 它要我一头去 它是冬天 它要我一头去了 它是没有风 它要一头去 现在感觉就有风了 吹走了 虽然在石膏洞和太虚洞的洞口 我们都能感受到从洞内吹出的凉风 但是和风洞相比 前面几个洞穴的风明显要弱了很多 而且温度也远没有风洞这么低 从风的大小和温度这两个方面分析 这个风洞很有可能就是风雪洞 前队长决定进入风洞 再对洞穴的内部展开考察 当我们进入洞穴后 就感觉洞中有些阴冷刺骨 地势骤然向上 形成了一个45度的斜坡 考察队员们只能借助安全绳 相互协助 才能勉强攀爬 翻过了斜坡 内部的空间变得开阔起来 从洞口到洞厅 空间逐渐变大 是典型的口袋式结构 这与其他反季节洞穴的发育结构 十分相似 在洞中走了一会儿 我们注意到地上堆满了凌乱的石头碎屑 明显像是有人为破坏过的痕迹 这些碎屑一般呈管状 颜色大多为黑色或者灰白色 那么在风洞的深处 为什么会出现有人为破坏过的场景呢 王老师 你看这地上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这长的吗 这个都是很可惜的 因为这一款 这些都是上面的额管 你就可以明显地看见 对 这有个小眼 光是可以偷过来的 同时你注意看后面这一部分 它是亮的 这都是透明的 你看 它是水滴滴下来之后 它水滴的速度比较慢 它就会在水的表面 先吸出一层碳层盖 吸出碳层盖 但是它也保证不断地往下涨 因为水是有重力作用 它不断往下滴 它就会不断地延伸 中间就留个空的 但是地上如此凌乱的场景 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 咱们都是断掉的 这是被人敲下来的 被人敲下来的 被人敲下来的 因为它可能高度比较矮 高度比较矮 那有些人拿着石头 帮人打一个 捡起来看看 哦 你看这都是 对 都断了这一块 很可能是风洞附近的村民 出于好奇才来到这里 洞顶的很多石损都出现了断裂 专家在一根已经断裂的石损上 截取了样本 后通过养同位素分析 和高精度的测棉 都证实了这一地区 的确经历过冰期 由于风洞的内部空间变得越来越大 洞中的温度开始降低 徒步考察几个小时 让大家消耗了不少的体力 前队长决定 让考察队先在原地进行修整 看一下几点 一点 那大家我们在这休息一下吃吧 那个干粮吃干粮和连水 在探测规模较大的喀斯特洞穴时 为了提高探测的效率 考察队往往不会返回洞外进行修整 因此在洞穴吃住可谓家常便饭 由于考察队员们所在的风洞内部温度较低 因此贴心的探浅队员特意准备了便携式的燃气炉 来给大家煮一些咖啡 补充探洞所需的热量 修整过后 考察队继续前行 大家注意到整个洞穴的地势开始逐渐向下 而且脚下还出现了之前考察中从未见到过的水的痕迹 水的发现让考察队员们信心倍增 因为只要在温度合适的情况下 洞中的水就能结成冰 考察队继续向前行进 这时有队员就听到了明显的流水声 借助手电的灯光 我们隐约能看到反光的水面 然后这个水呢 它是就是山体外面下雨嘛 下雨它是顺着洞穴的一些缝线 然后往下流 这个地方低一点 那个水也往这个地方积 集中在一个 集中在一个这个地窝的地带 就形成了水潭 原来这个水潭是由洞中的积水汇集而成的 虽然此时洞中的温度很低 但是我们没能在水潭中发现冰雪的痕迹 穿过一个狭小的石门 我们的记者看到地上有一些正在流动的水 我们已经来到风洞的尽头 这时一位探险队员的奇怪举动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大家往里走 每个人可以捡一块大石头 往里走 为什么要捡一块大石头啊 因为里面有一个树井 可以右石头丢下去 听这个声音 不知道这个树井大概有多声 我现在用头十分路是吗 对 小心头 好 我这很矮 你看 看 看着这个树井下去有个树井 看着这个树井是吗 对 咱们拿石头那边马上 把石头丢下去 只有楼下这些树井 不知道他有 不要 这下面肯定有一个很大的树墙 虽然树井内部十分黑暗 无法看清内部情况 但是凭借多年的探动经验专家分析 在树井的下方很有可能隐藏着什么东西 考察到这里我们发现 洞口的规模 强劲的冷风 以及洞内的低温和水 这些都完全符合形成反进阶洞穴的条件 但考察队依旧没能在风洞中找到冰块的痕迹 种种迹象表明 这座洞穴就是我们要找的风雪洞 可是在洞里并没有找到冰雪的痕迹 说它是风洞 名副其实 但要说它是风雪洞 却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了 可村民们说的又很确定 科考队决定效仿之前一次考察 在这座风洞的支洞当中做一番探查 科考队之前考察的洞穴是位于重庆市乌西县的夏冰洞 每到炎炎盛下这座夏冰洞 就会有冷风冒出 在洞穴的深处隐隐藏着一个冰雪的世界 重庆市和贵州省同属于喀斯特地貌发育显著的南方地区 并且这个纬度接近气候环境的十分相似 对重庆夏冰洞的调查和对它形成原因的分析 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在十千找到风雪洞的线索 夏冰洞位于重庆市东北部的无锡县 这一地区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区 全年的平均气温都在十几摄氏度以上 反而在这种气候环境下真的会存在反季节现象的洞穴吗 考察队探访夏冰洞的时间是7月份 正值重庆的盛夏时节 室外温度达到了30摄氏度以上 进入洞穴之后 考察队员们发现洞中的温度果然比外界要低很多 而且越往里走 温度越低 冷风迎面吹来 让人感觉到寸骨的寒冷 夏冰洞的内部空间巨大且支洞众多 这与风洞的洞穴结构十分相似 在一个支洞中 考察队员们发现了大量的冰块 甚至还有垂下来的冰瀑布 在这个冰洞的世界里 仿佛和外界隔绝了 外面是炎炎夏日 里面却冰天雪地 原来在低纬度的南方地区 真的存在具有反季节现象的喀斯特洞穴 夏冰洞位于海拔2200多米的高山上 在这座山的山腰位置有一处天坑 夏冰洞就位于这个天坑的底部 从外观和位置上来看 夏冰洞是一个洞口向下倾斜的 单洞口洞穴 加上洞盖巨厚 因而外界对洞内温度的影响极小 而在夏季由于洞内外的温差比较大 强劲的气流由洞内垂向洞外 从而使洞口处的温度不断降低 专家分析 当温度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时 一旦有雨水从洞顶渗透而下 它们就会淤淤的凝结 形成冰块和冰孔孔 通过对夏冰洞的研究 专家发现这高纬度地区发现的冰雪洞 主要是由于所处位置高寒低温所致 而低纬度地区的冰雪洞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有人猜测 主要是由于这个洞内气流运动 导致洞内温度降低 使水结成了冰 而石迁的这座奇异洞穴 是否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呢 这一次前队长决定兵分两路 派一名队员下到竖井下方进行勘察 其余的队员继续在洞中寻找冰块的痕迹 此时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支洞 而在支洞内部分布着一片规模巨大的石骑石脉群 形态迥异造型奇特的各种中鲁石 琳琅满目 仿佛是一座天然的石头宫殿 前队长介绍说 这座石骑景观的发现 说明这个洞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 内部的环境十分稳定 因此才会保存规模如此巨大的洞穴景观 然而就在这时 前队长的对讲机突然响起 有没有收到 有没有收到前队长 我现在准备开始下竖井了 收到收到 你下的时候注意一下 下面有水啊 上面有螺丝啊 这些注意安全 好的 收收 原来负责探测的队员已经来到了竖井位置 在前队长的指挥下 考察队员开始在岩壁上打锚点 这也是他下竖井唯一的安全保障 要想到达竖井深处 就必须通过岩降的方式下到竖井内部进行勘查 但此时竖井的深度并不确定 负责探测的考察队员只能摸索下降 但是很快他就从竖井中攀爬上来 队长队长 前队长决定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分析一下此时洞穴之中的情况 开路的先王主的这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们开个会议给大家说一说吧 好的 那我们刚刚去了之前的那个树井 那么去看了一下情况 我给大家摆一下 大家能够看得清楚一些 由于树井内部过于狭小黑暗 仅凭肉眼观察 我们的探测队员并不能确定树井下方究竟是水潭还是地下暗壳 在对树井中的水进行了采样后 前队长又从歌考队中抽了几名探险队员组成小分队 从洞中返回古战道 希望通过神降的方式降到风洞的下方 如果能在山脚的位置找到溪流 将溪水与采集的水样进行比对 就能够判断树井下方的是否就是地下暗壳 当探险队抵达栈道的时候 天色已经完全暗沉 探险队员打算在栈道一侧的岩壁上打一个锚点 从这里下降到山脚 工具意外折断 探险队员只好临时改变策略 将绳索固定到两棵小树上 这无疑增加了下降的风险 探险队员的身影没入黑暗中 留在上方的人们只能焦急地等待 没有路了 那就上来吧 由于光线太暗 考察队员无法下降到山脚 前队长决定先行返回 等到第二天天亮继续考察 第二天考察队再次来到了古栈道 这一次探险队员特意携带了加固后的工具 在安全锚点安装完毕后 先由一名队员探陆 好了 陈一下了 开路队员顺利到达山脚 而在绝壁之上留下一名队员作为侧应保障后 其余两人因此下降 小分队在站到下方的峡谷中找到了一条溪流 并对溪水进行了采样 通过将风洞暗河的水样和山脚溪流水样进行比较分析 发现峡谷中溪流的水与风洞树井的水样成分相同 这也就证明树井下方的就是促使冷风不断从洞穴深处阵阵冒出的地下暗河 在我国发现了不少具有反季节现象的洞穴 他们有的是由于经历过冰期 洞中保留了那段特殊时期遗留下来的冰雪痕迹 有的则是由于洞穴位于地下几十米甚至更深的位置 洞穴内的气流运动使得洞内温度在夏季时节明显低于洞外 从洞穴裂系中渗入的雨水浴冷凝结形成冰雪 专家分析在纬度低气温高的十千线发现的这个奇特洞穴 很有可能综合了上述反季节现象洞穴的诸多成因 遗憾的是我们此次考察并未能在洞穴中找到传说中的冰雪痕迹 专家猜测可能是由于考察时至冬季洞穴内的温度相较于夏季反而要高 与洞外的温度差异不大 从裂系中渗入的雨水很难凝结成冰 不可思议的洞穴器官违背规律的反常现象 其实都是大自然巧夺天空的精心安排 而在这些深邃的洞穴之中还隐藏着许多的秘密 在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专家分析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考察是在11月份的缘故 所以未能够在这座洞穴当中发现冰雪的痕迹 但是考察已经证实这座洞穴的确是名副其实的风洞 我们的现场实验表明 这个洞口的风速平均达到了每秒20米 相当于8级大风的速度 这在此前发现的众多冰雪洞中 也算是首屈一指的 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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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